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我包色的那些衣服 大多数衣服我可能最多就买到三件 这种衣服多数就是内搭背心这样子的 那其他的衣服比如说连衣裙啊衬衫啊 我最多就是买到两件 那当然我包色的不仅只有衣服了还有鞋子 其实我觉得只要这件衣服是比较好搭的 可能我就会想再买一件 我在店里面也许看到三种很好看的颜色 但是我会犹豫 我会想说这一件到底是不是很好搭 如果所有的颜色全包的话 有一些颜色可能不太实用 平常穿不到 然后就会想要扔掉 就是特别浪费 所以我买的这些双色的衣服 基本都是一些很百搭的基本款 里面大多数都是一些平价的品牌 比如说优衣裤啊 我印良品啊 还有一些 Everland啊之类的牌子 那优衣裤我印良品 我会买两种颜色 有的时候不是同时买 有时候可能甚至是 今年买了一件 然后觉得非常好穿 然后明年它出了 差不多的款式 我又会再买另外一种颜色 这两个衣服因为出的很多都是基本款嘛 因为平时特别百搭 而且平时经常穿到的也都是这样子 基本款的衣服 通勤很休闲 穿着非常舒服 穿出去也很自在 不会让人觉得好像 穿得太夸张这样子的 所以经常都是买了一种颜色 然后就上瘾了会想买另外一种颜色 那我们先聊一聊这两件优衣裤的原点衣服 这两件我在上次的视频里面有聊到 尤其是这件白色的原点 我之前也说过了 平时上班的时候比较经常穿的就是这件 而且这件原点的衣服也有一些褪色了 所以可以看出我穿它的频率 我买的是M号 但其实它也是比较合身的 并不是一个很宽松的款式 对于这种衬衫 我不是很喜欢穿很紧身或者很修身的 我还是喜欢它有一点富余的感觉 这样穿起来会比较舒服 这件衣服我平时穿的时候 会搭配牛仔裤来穿 外面可以穿外套也可以不穿外套 这件衣服的同款我还买了一件黑色的 黑色的我觉得它不是那么好搭 我穿黑色的话我比较会搭中性化的衣服 那我们再来说两件优衣库U系列的衣服 这两件衣服我是去年买的 在上个讲优衣库和Muji的视频里面 我找不到这件白衬衫所以就没说 但是突然间就找到了这件白衬衫 所以这两件可以拿在一起说 其实这两件衣服我超级喜欢的是这件黄色的 我当时看到这件黄色的推出就很惊艳 但是国内的尺脉好像只有卖到S号 这件衣服我去装卖店试了一下 S号好像就是特别宽松的款式 我感觉好像穿着会比较显胖 不是那么的有型 所以我就找代购去买了XS号 买了这件衣服的同时 我又想说这件衣服好像特别百搭 于是我又买了一件白色的 那当然这件衣服白色的是真的很好搭 可以搭很多的衣服 这两件衣服他们都属于比较宽松的男朋友型 所以这两件衣服对我来说也是非常质 利用于非常高的衣服 再来说两件优衣库的U系列 这两件是我非常喜欢的 今年推出的优衣库U系列 它有四种颜色 还有两种我没有买的颜色是黑色和橘色 橘色那件也非常好看 有很多国族有穿 但是我个人觉得那件衣服不是特别合眼缘 所以我就没有拿 喜欢的一件钟情的就是这一件绿色 但是我当时在网络上看见这件衣服的颜色 我最想买的是这个灰色 在店里看到最想要的就是这件绿色 这件灰色它其实实物是一个灰蓝色的 这两件侧衫都是有点透透的那种感觉 那这两件衣服其中这件绿色的我觉得非常百搭 它有很多种的搭配方式 它可以当作内达衬裳穿 也可以在里面穿一个小背心 就比如说我买的优衣库的这两件小背心 这两件小背心也是优衣库的 我买了三种颜色其实 还有一种是咖啡色 但是咖啡色的我找不到了 所以我就拿了这两种颜色 这两种颜色正好匹配这两件衬裳 这件灰色的跟这件蓝色的我觉得还挺搭的 这件衬裳穿在里面然后灰色的穿在外面 因为这件灰色的衣服本身是带有蓝调 所以它跟这件蓝色的也很不配 那灰色这件衣服我买的是M码 这件比较大一点 它穿起来也不会觉得很宽松 我觉得还好就是正好的那个感觉 我觉得它没有特别好搭 希望它搭灰色牛仔裤的感觉 这件背心是一个墨绿色的 它跟这件薄荷淺绿色有一点灰调的 绿色的衬裳是很搭的 我特意为了这件衬裳去买这件绿色的内搭 我觉得它们两个的组合可以搭出多种可能 可以搭配裙装也可以搭配裤装 我还有两件优衣裤的衣服 我真的买了很多优衣裤的衣服 有时候我都放在柜子里面都忘记了这件衣服 这两年的夏天我利用力最高的就是这件白色的无袖衬裳 这件无袖衬裳穿起来手臂很粗的人也不嫌粗 然后我喜欢穿它搭的休闲裤 就是因为我觉得它穿得很舒服 而且很休闲的感觉 穿起来很自在 所以我今年看到它又出了一个同款的衣服 它当然也有白色 但可是我又有一件同款的白色 我就不会想要再买另外一件同款的白色 那于是我就买了另外一种颜色 这种颜色是一个比较偏灰料的女色 这两个颜色我会更喜欢白色 说完了运衬裤我们再来说Muji无印良品 那这两件衣服我上次也有说过 如果有看我视频的人应该知道 这件衣服是我先买的 然后我后来又买了这件白色 也是因为这件衣服太好穿了 太舒服了 然后我就去买了这件白色 穿这件衣服的时候 我会比较经常搭牛仔裤 但它也可以搭休闲裤 穿这件白色我会搭配裙装来穿 但是这两件的材质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这件材质比较松了比较舒服 这件材质就比较硬挺 而且它的颜色非常的白 它不是那种米白色 所以它会显得有点强势 一种强势的白 其实买了很多衣服 但是我们穿来穿去的就是那只件 所以我觉得用衣裤和穆吉的衣服 真的是非常实穿的那种 穆吉还有这两件衬衫 我上次也说过了 这两件我更喜欢绿色了 这两件衣服都是比较那种 职业休闲的感觉 平时上班的时候穿也会觉得 蛮正式的又很有休闲的感觉 那这两件衣服 我觉得搭配白裤子啊 都挺好看的 那说到休闲品牌 就一定还有Everland这个品牌 Everland它是一个美国的品牌 它主打的就是一个环保的概念 而且它每年都会有一种 很特殊的优惠 价格的优惠 它并不是说它衣服打几折 打七折打八折 它是有一个价位让你选择 比如说这件衬衫 它可能会写原始的价位是25美元 那它还会有一个35美元还有一个50美元 让客户自己去选择它的价码 那我当然会选择最低的价码 我不知道你们会选择怎样的价码 这同款的衣服我买了两件这样的衬衫 一件是均绿色 一件是米色 我觉得Everland的官网跟食物会有一些色差 我在官网上看见的这件绿是更鲜艳一点的绿色 那实际上看到的话会是一个均绿色比较偏深的 但这个均绿色其实也蛮好看的 这两件衣服我买的颜色是不一样的 这个是二码 这个也是二码 很奇怪 这件均绿色的尺码会比这件白色的尺码要更小一点 两件同样都是二码 它们的材质会有一点不同 这件均绿色的是一个棉码的质地 这件白色的好像也是一个棉码的质地 但是它的码好像含量更高一点 这件的棉含量会更高一点 所以它会比较柔软 这件会比较硬挺一点 但那种白衬衫我觉得它跟牛仔裤很好搭 它跟休闲裤也很好搭 不知道为什么我买了很多的白衬衫 大家有没有发现刚才那件优衣裤也是一个白衬衫 其实不仔细看你们会觉得这两件是一个一模一样的款式 其实它们的材质不一样 反正人就是看到这样的白衬衫就会莫名觉得 哎我很需要这样的白衬衫 我需要一件这样白衬衫 其实你已经有白衬衫 但你还是会发出这样的感慨 那我衣橱里面有很多种不同的白衬衫 像这种款式我好像是有三件 那我下次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衣橱里面的白衬衫 我经常穿的是优衣裤的那件白衬衫 这件衬衫就比较少穿 因为我觉得我更喜欢优衣裤那件白衬衫的材质 优衣裤那件白衬衫我觉得会更合身一点 这件白衬衫就有点过于宽大了 它夹在裤子里面穿会显得腰身这里比较大一点 不是那么修身 一件均绿色的衬衫我会搭配米色的裤子来穿 它其实不是那么的好搭 它如果搭了蓝色的牛仔铺好像也不是很搭 它会比较偏向于搭浅色一点的裤子 比如说米色的白色的这样 说完了衬衫我们来说两条裙子 这两条连衣裙是一个 Need a Supply的网站卖的裙子 好像是他们自创的平台吧 这条裙子是一个米灰色的颜色 这条是一个黑色的 他们的胸口都是有这样垂坠的感觉 他们的肩带是一个细细的有弹性的牛筋 我觉得它肩带太长了 所以它的牛筋扎小一点 这件白色的其实它这里已经断掉了 它的质量并不是很好 那这两件衣服我当然不会一单穿出去了 因为我又不参加什么晚会 而且参加晚会的话也会很担心 穿这样的一股会不会中途这个袋子掉了 如果掉了就非常尴尬 所以这种衣服还是比较适合做内搭来穿 它的材质好像又不是真丝的那种感觉 但是摸起来又很像真丝的材质 它会很贴身体 会静电贴在你的身体上 但如果身上有一些肉 比如说肚子上有一些肉 就会比较明显 所以还是比较挑人的 这两件衣服我买的都是M号 对我来说是比较合身 如果买小的话就会非常紧 身上的脆肉就会露出来 说完了这些衣服 我们来说一下鞋子吧 这个鞋子我是真的包色 因为这个鞋子它就是有两种颜色 一种是黑色一种是白色 它是韩国的设计师品牌 它材质是真皮的非常软 这两种我买的都是37.5 因为平时穿的是37的鞋子 韩国的鞋子都会比较偏小一点 所以我们会买大马或者说大棒马 那这个我买的就是大棒马 它前面这里是有一个流苏的款式 然后这个鞋头这边会有一个 褶皱这样子的特色 它是肩头的 我觉得它会比较中性化 平时搭配西裤啊 牛仔裤穿都会觉得酷酷的 它这个跟好像是有80米 我觉得它这个跟穿起来不是很舒服 它虽然没有像我的细高跟鞋那么高 但是它的这个弧度好像会比较窄一点 所以穿着很不舒服 而且它这个流苏不可以立起来 我在网络上看见的那个图片 流苏是这样立起来我觉得特别酷 流苏你穿的时候它会往前倾 所以我觉得比较普通的效果吧 而且这双鞋子穿着很不舒服 虽然说它是木勒鞋 但是由于它的跟的弧度 你穿久了你会觉得脚很累 白色的这种也不是很好清洁 你们看我前面这里都磨破了 我还买过其他的一些韩国品牌的 设计师款式的鞋子 那就我个人而言 我买的韩国设计师品牌的鞋子 其他的品牌有些还是蛮好穿的 就是穿起来脚也不痛 就是蛮舒服的 但这个品牌真的很不好穿 我不知道是不是说这双鞋子的设计问题 可能是这双鞋子的设计问题吧 也许它其他的款式会比较好穿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的频道就关注我啰 那下次再见 再见